大家好 我是亚利克斯伊扎特 这里是多高斯贝外汇电视中心为您带来的实力派 今天是9月3号 星期三 英报澳元一直比较平稳 今天下跌0.78%为最大变动 由于澳洲联储保持货币政策不变 早盘交易中澳元位居涨跌表最顶部 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家园上涨 紧随其后的是安全避风港日元 新鲜来源为涨跌表上最悲观的商品货币 澳元区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向下修正 零售销售下跌超过预期 澳元难移 目前接近瑞朗水平 美国工厂订单上涨两位数 美元走低 仅略高出英镑 尽管英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发布显示积极 但英镑认为涨跌表上最悲观货币 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长期图表走势 美元日元有最大单周上涨 上涨略超过1% 英镑澳元有最大下跌 紧随其后的是英镑美元 加元日元有最大月涨幅 同比增长2.64% 信息来源 加元有最大下跌 共下跌2.47% 以上内容为本周三的实力派 明天将继续为您带来相关概述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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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